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村芽芳的叔叔 每到五月份开始打芽芳米 到六月份打三花米 我们的蜂蜜就下来了 这个就是咱们的那个叔叔 大家好多朋友可能都认识 每年叔叔的蜂蜜下来 我都会给大家带一点蜂蜜 而且每次打蜂蜜的时候 我都会来 叔叔也会送我一些蜂蜜 今天我们又再打蜂蜜去了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打的蜂蜜 今天打的是蜂蜜 说了一句话 带帽子多少分把我丢了 丢了我彼此这份话都不会说的 哈哈哈 叔叔啊咱们今年能打多少蜜 大概就是一个蜂蜜左右 不多 蜂蜜啊 哎呀那今年还可以 比今年才蜂蜜够啊 今天天气也好 今天天气也好 今天还好一点 嗯 嗯 下午茶 一边 湮 下午茶 看下午茶 还有 比较多 一边 天气也好 这个蜂蜜真的好 就是不敢动 怕蜂掉了 打蜂蜜就要天热打了 叔叔我已经了解了 天热的时候 你喝的不行 今天不喝了 今天就好了 给大家也分享了叔叔家的蜂蜜三年来 起初我是不懂蜂蜜的 什么都不了解 这三年下来我也对蜂蜜有点了解了 就是蜂蜜分为山花蜜 还有槐花蜜 还有荞麦蜜在我们这边 槐花蜜就是在槐树开花的时候 咱们蜜粉采的打哈的蜜就叫槐花蜜 槐花蜜一般在五月份了 现在采的是山花蜜 山花蜜就是山里面的花 也叫百花蜜 因为山里面的花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花 然后也叫百花蜜 它的颜色比较红一点 然后跟这个季节过了以后 就变成蕎麦蜜来 蕎麦花开的时候 它的颜色要更深一点 我现在我感觉我对蜂蜜还有点了解 这把这些菜叫土蜂蜜 躺起来来 还有驴碗把这驴干净 我现在看咋咋的 叔叔我来装蜂蜜我这两年都学会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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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所以说学会来都不正业了 今天我打得比较多一点 年年过学的了 我今天多一点你再过学一下 反正叔叔你也知道了 我反正就 几粒没干几粒 三三年了 我尽量能给你削出个咋都削出个 削不出个了我也没办法 努力 我尽量能给你削出个咋都削出个咋都削出了 大侠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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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